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配合动画跟声音跟LED灯的一个小练习 那我们的设定是这样子 我们让小猫到处乱跑 那如果它碰到边缘 我就希望它闪烁一下红灯 闪三次 那如果是平常正常的状态 我希望它亮绿灯 亮绿灯只有碰到边边的时候才闪红灯三次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先把它关灯一下 先把它关灯一下 好 然后我现在测试一下 我先确定一下每一个灯是什么颜色 所以10号为1 所以10号应该是红灯 好 所以这个写错了 10号是红灯 好 那这样12号就是绿灯 好 我再测一下 绿灯 好 对 绿灯 好 三个都关掉 好 所以千万要记得 做之前测一下 好 好 那么 我先来做一个 红灯 红灯 闪三次 红灯是10号 好 所以闪三次 就是开关开关三次 那我们闪出了间隔 那我们闪出了间隔 让它0.2秒 好 这个是红灯 闪三次 好 那平常呢 要亮绿灯 所以一开始 平常都是亮绿灯嘛 好 所以在要闪红灯的时候 我们要先把绿灯关掉 对不对 好 所以 要闪红灯的时候 先把绿灯关掉 那闪完红灯之后 要把它打开 所以 关掉 把绿灯关掉 闪完红灯之后 把绿灯打开 所以这个就是 好 我们先测一下 好 好 闪红灯 闪完把绿灯打开 好 所以平常是亮绿灯的状态 当我碰到边边的时候 红灯快闪三次 再亮绿灯 OK 好 所以这个是闪烁的部分 那 如果你这个部分做好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先用广播 好 这有个广播的讯息 事件里面有个广播 好 当我接收到 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来做这个动作 好 就碰到墙壁 好了 碰到边缘 好 所以待会如果你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直接广播一个碰到边缘就可以了 好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个小猫乱跑的部分 好 那小猫乱跑呢 它我们就会用移动 好 移动 那可是在移动之前我要先决定一个方向 好 决定一个方向 那么所以我让它面向某一个方向 好 那至于这个是什么方向你可以自己决定 那如果你希望电脑帮你决定的话 好 在运算这边有一个随机选一个数 好 我们可以把它设定为0到360 那意思就是说 它可以转任意一个角度 任意一个方向 然后往前进 然后每一次移动呢 我希望它每一次移动都要检查 有没有碰到墙壁 好 所以我要用如果 控制里面有一个如果 就是你要找那一种情况 你要侦测有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好 就用如果 好 如果碰到边缘 这碰到边缘在侦测里面 这里有碰到什么东西 把它改成碰到边缘 好 所以如果碰到边缘 那我就要广播这个事情 同时 所以我去事件里面 我就去广播碰到边缘这件事 那当你广播之后 这里就会接收 只要接收到指令 它就会做这个事情 好 这个就是广播的用途 那我不但做广播之外呢 我还要再转一个方向 好 因为已经碰到墙壁 不能 已经不能再继续了嘛 就不能再继续了 所以我就要转一个方向 不然它会卡在墙壁 动弹不得 那我也让它乱转 那乱转的话 其实也蛮可能 就是继续碰到墙壁的 好 那么所以 我们如果要用反弹的话 好 如果碰到反弹的话 应该是 它碰到的角度 180去把它剪掉 对不对 好像是 好 我们试一下好了 好 我们用运算里面 180度 可是这样要侦测现在的角度 好 比较麻烦 好 没关系 我们就让它随便转一下好了 好 如果它碰到边缘 我们就 同时要转向 同时转向 好 所以这个事情 移动跟侦测的部分 是要一直做的 一直做的 所以我们让它重复的执行 好 这样把它接起来 好 这样子 它原则上就会 一开始 先随便转一个方向 好 那如果你怕你的小猫 转几次之后 走几次之后 会跑掉 那我们可以再加一个 一开始让它回到中间 好 移到00 就是坐标的中间 就是画面中间 好 好 然后同时一开始我们也希望它亮绿灯 因为这边都没有规定你亮绿灯 所以一开始我们记得 给它亮一下绿灯 亮绿灯 然后 它就开始走路跟侦测 走路跟侦测 如果没有碰到边缘 它就一直移动 没碰到边缘一直移动 好 如果有碰到边缘 它就会 闪红灯 然后呢 同时再转另外一个方向 好 我们来试试看 好 灯在这边 好 好 好 当我点立起 有没有 它碰到边边 转另外一个方向 好 碰到的时候 好 就会 红灯 好 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它如果一直卡在那边的时候 这红灯就一直没有亮 好 那原因是因为 其实广播也有两种 那广播呢 如果你是用碰到广播就结束 那原则上它只要一直碰到边 它就一直广播一直广播一直广播 那当你这个广播比如说正在 正接收到广播正要执行的时候 如果又被广播了 它就又会从头开始 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建议会改成这一个 它会把这一次的循环做完 才去做下一次的接收 好 所以如果你把它改成这一个 它灯那边就会比较正常 好 它就会先把红灯闪完 闪完再去做下一个动作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有没有 它会先闪完 闪完之后再转向 闪完之后再转向 有没有 闪完之后 所以灯光这边就会正常 灯光这边就会正常 好 这给各位做一个参考